柯P聽清楚一點喔 林真宇認為說 你還要三個月才能夠到30 他的支持基礎不夠穩定 缺乏有分量的幕僚 區域選舉的立委 提名人不夠 三大問題 那黃珊珊算不算有分量的幕僚 柯文哲今天為什麼會走 藍綠之外的路 不要講這個 不是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對我就是要跟你說 如果說 他的幕僚是誰 他的幕僚有非常多人啊 柯文哲他本身會是總舵手 OK 這句話就夠了 我就聽你這句話 你讓我再補一句好不好 他是唯一一個領導者 不像是一個被政黨左右的傀儡 等一下講 你讓我講一下 讓我講完 如果沒有立委的話 你不可能當總統 不一定啦